张柏芝终于有新发展!竟是曾经的F4成员,网友,不知道谢霆锋怎么看。 如今你提起张柏芝,第一个想到的词语应该是好妈妈。 在她年少的时候,真的是受到了非常多的赞美,毕竟她颜值高,而且演技非常的不错。 关于她也一直有非常多的传言,但是现在大家都忽略了。 如今的她一个人要养一个家,家庭负担还是非常重的,本来她是想在家里好好地带孩子。 但是没有办法,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,还是得出来工作,她参加一些综艺节目,赚了不少。 毕竟参加综艺节目时间比较灵活,档期也比较好安排。 不像拍电视剧一样,需要很长的时间,这样她能够兼顾工作与家庭。 张柏芝前一段时间参加王牌对王牌,在讨论我做过最不可思议的事。 环节中,张柏芝自爆曾经睡了整整16天。 随即为了提高整件事情的可信度,张柏芝还强调了一下虽然没有醒来,但是水活面膜是不能少的哦。 在收获了大家的惊呼之后,张柏芝又趁热打铁。 转眼开始打造自己的敬业人设,说自己曾经在威亚上吊了十多个小时,真的很卖力了。 然而吊十多个小时的原因是,觉得厂物要给自己穿脱威亚很辛苦,就干脆一直在上面吊着了,饭也是直接在上面吃。 最近拍摄电视剧,而这部剧也是为播鲜火。 毕竟其中有张柏芝和吴建豪两大主演,这两个人都承载了大家很多的青春记忆。 要知道张柏芝上一部电视剧,大概是在十年之前了,可想而知,这部电视剧对他来说多么的重要。 吴建豪也是一样的,当初F4非常的火,而现在的他们也是各自有了各自的发展。 虽然名气还在,但是远不如以前的发展势头那样好,吴建豪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健身达人,一身肌肉,非常的男人。 如今两个人合作也是非常令人期待,张柏芝在剧中饰演一个不受老公和婆婆待见的儿媳。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